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我們畫了很多這種小畫 今天我來教一下很簡單的表畫 因為我們在國外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 而且這種也是一種表畫 也是一種藝術 所以要表畫以前 這個是我們的畫 這一張畫 然後還要一張錶畫紙 這一張畫跟一張錶畫紙 這個現在是講材料 還有醬糊 醬糊我們可以就買現成的醬糊 還有小刀子 就是要材質的 還有兩個刷子 兩支刷子 這個刷子最好不要用那種化學的 這個不吸水也不能夠打醬糊 那我們為什麼要兩支刷子呢 一支刷子是打醬糊用的 一支是乾淨的 我們要刷畫 還有錶畫紙要給它沾合在一起 就是這個 還有要一個這種的container 就是最好不要太高 只要能夠將醬糊跟水能夠調在這裡 這就可以了 原則上就是這樣 醬糊刷子 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要噴水糊 我們要噴水的 這個是噴水的 我們介紹完了這些用具 錶畫的用具了以後 那現在就差不多要開始錶了 首先你要把這個畫 你要錶的這一幅畫 要把它下面要裁一張紙 它會吸水的 普通的紙就可以了 這個紙就是人家印報紙的那個 就印報紙的那個就可以 還有人家那個包裝 包食物的包裝紙也是會吸水 也是可以 就先裁 裁成一張 和你的畫大小完全一樣的 先裁 裁成完全一樣大小的 裁紙也有技巧 你就先把這個紙對摺了以後 用指甲把它壓得非常平 然後這個刀子不要這樣 你就順著 順著這個紙就這樣裁下去 順著它滑 它就會裁得非常平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這張紙就不要了 這張紙我們就 好 這是我們的一張畫的下面的紙 然後接著呢 我們這一張是第一層錶畫紙 好 第一層錶畫紙呢 這有專業用的錶畫紙 也是你上淘寶或哪裡 市面上都可以買得到 好 這一張紙呢 這一張紙呢 要襯托 就是第一托 也有的人講是第一托 我們是第一錶 要比你的畫大粗一點點 等等就知道為什麼要大一點 也是一樣 你比好了以後呢 用手指甲把它拉平 然後呢刀片要順著這個紙 平平的 你就順著它下去 它就會裁得很平 好 這就好了 這我們就等等就可以開始錶了 好 而且呢 這錶畫紙呢 有兩面 好 這一面呢 是滑面 這一面是稍微粗一點 所以呢 我們要滑面去接觸你的畫 好 畫的背面 要跟你這個錶畫紙的滑面 接觸在一起 好 我們這個就先擺一邊 好 現在呢 我們就來調醬糊 醬糊呢 要調得很稀 好 你先弄一點醬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一點點醬糊 然後加水 大概就這個量就可以了 如果等等我們調開來以後 覺得太濃 好 我們就再加一點水 太稀 我們就加一點 再加一點醬糊 那我們就用這個刷子 你看這刷子非常軟 就這樣打 就把它打 打勻了 好 一定要打得很勻 如果說你要錶很多的話 你就 你可以用那個打蛋器那種 打勻的機器也可以 好 要不然原則上我們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打到不要有顆粒 好 差不多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 像這個醬糊呢 你摸起來有一點點黏度 好 你如果要錶剪軸的話呢 就吸 就不要太黏 如果說你錶 錶那個 框的話 要裝框的話呢 你就可以 好 就這樣 一點點一點點先把它打 這樣打 它就會很 很容易散開 好 這就可以了 好 你看 看不出有什麼醬糊 那個濃度呢 就像我們煮菜 勾芡的 那種 程度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 有一點點黏黏醜醜 好 現在呢 我們有了這個醬糊 大家看一下 好 有點像牛奶 的程度 不要太黏 OK 好 就這放在這兒 放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要來錶了 先要錶畫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把畫 這張紙剛才採好的 那個 報 Nuse printer 就是那個印報紙的 你就先 要這個放在哪一面都沒有 放在板子上 然後把你的畫呢 放在這裡 然後把你的畫呢 為什麼下面要墊一張紙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是 有彩色的 有顏色的畫 萬一它 那個打了水了 又它硬開 硬開了以後 會再蹭回來 所以我們讓這一張紙呢 來吸它的原料 好 放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先噴一點水 這個 噴霧器 這個呢 不要太接近它 我們就遠一點 稍微給它噴一下 這個紙它就會把 吸水分 好 接著呢 我們就用這一張 滑的這個 滑面向上 等等 我們要這樣挑過去 好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用這個醬火 記得你在用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 調一下 要這樣把它調一下 要不然它沉澱了 不均勻了 然後這邊刮一刮 跟我們畫畫一樣 刮這個 肚子這邊 不要只刮這個前面 好 刮這個 把那個水分刮下去一點 好 把這個水分刮一刮 然後這個沙子全卡 然後你要刷 醬糊的時候呢 要從中間 往外刷 刮 放射狀 好 我們看一下 中間往外刷 刷到底 然後再從這邊刷到底 你看這個紙 就馬上被拉直了 好 完了以後呢 這一邊 再往下刷 好 一定要把這個邊刷得 很均勻 然後這個往上刷 好 記得放射狀 水也不要太多 醬糊也不要太多 你看這個紙就非常的 非常平 而且不起皺 這樣就可以了 記得這下面的板子呢 你可以買這種防水板的 因為它比較平滑 又看得清楚 你也可以在家裡的那個餐桌啊 或什麼的 只要它不是很吸水的板子 都可以 當我們這個用漿糊呢 把這一些紙都已經刷上漿糊了以後呢 這一張畫裡面的水分呢 已經吸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畫呢 要表的這張畫呢 輕輕的把它用乾的刷子 剛才不是兩支刷子嗎 一支有醬糊 一支沒有的 就把這個刷子呢 把它刷乾淨 刷平 不要讓它有皺紋 刷平 好 現在就刷平了 你這個畫呢 刷平了以後呢 剛才我有把畫轉過來 本來我們是這麼放嘛 事實上我這樣的話 等等你們看起來 畫在牆壁都可以啦 畫在牆壁看起來 一張畫會比較漂亮 好 那我們要準備一支 這比較細長的 棍子也可以啊 這個竹子的也可以啊 都可以 只要找一個這個可以挑的 就把剛才刷好的這個畫呢 你把它挑起來 有沒有 把這個紙挑起來 刷在這上面 然後呢 用這乾刷 拿在這右手上 拿這樣 然後左手挑這個紙 挑起來 看到 挑起來 然後呢 就把它用這個右手呢 拿著刷子 然後順便 兩支手指頭夾著 然後你就從上面 放下來 看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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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一點點 你剛才採紙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 多少 距離多少 好 那現在呢 就是把那個上面留一點就好 這個大概要這樣 調一調 先把這個邊呢 調好 好 留一點 然後慢慢的放 因為這邊剛才呢 沒有放平 等等我們再調整 如果你一下子就放得很平的話 你就不用調 也可以現在先放 把它調平 這一定要正 好 然後呢 你就慢慢 一面放直 一面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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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的先輕輕的刷 上上下下刷 它就會把畫表得很平 這樣就刷 刷下來 這就對了 然後你現在發現 這如果有皺紋的呢 你就可以給它敲一敲 敲一敲它就拉平了 敲一敲它就會 所以就不會有皺紋 然後這時候呢 就把這個畫呢 敲平 你可以這樣敲一敲 敲一敲它就平了 你看 用一個皺的地方呢 就把它敲平 好像這樣就非常的平滑 如果說你要 因為我們是習慣了 所以可以用這個白板子 你們可以找個 深色的板子 譬如說褐色啊 或什麼的 你才看得到它怎麼區分 好 這個紫白色的跟那個 好 現在這個不是上去了 好了嗎 然後你就用這個醬糊 剛才有醬糊的 記得把這個邊打上醬糊 不要擋到畫 就邊打一點醬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這樣打好了 我們就可以上板 上板 好 上板呢 怎麼上呢 你就把這個用手指把它挑起來 挑起來了以後呢 這個中指呢 按住這個畫 要不然它會分開 把它挑起來 把畫挑起來 如果可以連下面那一張紙呢 一起拉上來 然後這右手在這 拉起來 拉起來 拉起來以後呢 就可以上板了 就找一個板子 好 你就可以給它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那這板子上面呢 因為這有一張保護著剛才的畫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刷上去 把這個 剛才那個多出來的那個紙呢 刷在這個板子上面 好 先刷在板子上面 以後呢 你就可以 找一個地方挑起來 挑起來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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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一口氣 在這裡面 好 好 它就鼓鼓的 好 氣勢吹進去了 然後把這個再把它打起來 因為呢 它必須要有時間 要乾燥 乾燥呢 它才會撐得直直的 然後把這一張拿起來 這張畫就錶好了 好 就這樣錶 那一個禮拜以後呢 你就可以拆開 拆起來 再裝框啊 或做第二錶 好 所以今天的錶畫 這樣就結束了 就是這樣 畫呢 我們的畫錶好了 三次上板嘛 上板呢 要一個禮拜以後 它就會拉平了 這平這就畫就 然後你拆的時候呢 要把它 不要太靠近畫 輕輕的 刀子不要這樣啊 要這樣平平的 跟那個板子一起這樣 慢慢的拉過來就好了 也不要很用力的 先把它四個邊 靠近畫的地方 四個邊 把它這樣畫開來 畫開來 畫開來的時候 你用刀片一挑 它就起來了 挑那個三邊嘛 你這個地方記得 有時候我們貼醬膜貼的太老了 所以你要用刀片 刀片這樣 這樣 割過去 好 那好了以後呢 你把它拉過來看看 因為這邊有了 你要拉過去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這邊再畫一條線 把那個拉開來 也可以 這樣就拉下來 這樣就拉下來 這個就不管了 我們這一幅畫呢 拿起來了以後呢 你看看這邊有印章 或者是你提字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以這一邊為主 這一邊為主呢 你就給它 要用這一邊 你把它裁平 以這邊為主 裁平 也是一樣 一隻手要按著吃 然後這個刀子呢 一定要這樣畫 不能夠 角度不能太大 太大的話 拉不直 你看 這就非常直了 畫呢 這邊拉好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畫對著 對著 對好了以後呢 你這邊切一刀 切一刀 切一刀 切一刀你就知道了 切一刀了以後 你就在這個 切一刀的這個地方呢 用尺子 把它對齊 這一刀跟這一刀呢 對在一起 然後一切 就好了 這就平 平了以後呢 然後你再把這個 兩個切好的地方呢 對齊 然後呢 你這兩邊 兩邊 各切一刀 各切一刀 那在畫裡面呢 兩邊 各切一刀 所以它距離也一樣大了 好 那 切一刀了以後呢 你看這邊有 也切過的 這邊也有切過的 然後就把這兩個角 切的角呢 把它 碰在一起 再把它 切掉 花一刀 這就很漂亮 然後 剛才不是切兩刀嗎 這邊還有一刀 你也是 所以這四邊呢 都已經 絕對平行了 好 這個我們就給它 小了一點 好 那就這樣 再切一刀 好 這幅畫呢 就非常平整的 一幅畫 那你就可以放在 筐 或哪裡 你就可以裝筐了